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下错220点 跌穿29000点 低件28966点 收市报29160点 下跌26点 跌幅0.1% 标普500指数 宅幅高收报3325点 升3点 升幅0.1% 纳斯达克指数 收市报9402点 升18点 升幅0.2% 创收市新高 主要是受到Netflix的股价急升超过7%大动 另外 美国首次申请10月救济人数上升 增加6000人 报21.1万人 少于估计 4个星期平均人数降至21.325万 为去年9月以来是最少 再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ADR个别发展 腾讯ADR给本港收市价升近0.5% 折合报387.43港元 汇控折合给本港收市跌0.53% 中移动升1.46% 中联通跌0.36% 中人寿跌0.47% 中海由升0.59% 中石化升0.23% 中石由升0.28% 再看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 市场忧虑中国新型肺炎 疫情持续降大 对经济前景带来不明朗 抗业、航空、酒店和车次品股跌幅较大 汽车局普遍受压 另外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并启动全面检讨政策 总裁拉加德的言论 也较市场预期的温和 欧元区银行股下跌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7,507点跌64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部13,388点跌127点 巴黎克斯指数 收市部5,971点跌39点 再看油价 油价持续下跌 市场担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扩大 将会不利于经济增长 可能会降低原油的需求 另外 美国能源资料处的数据显示 上周原油库存减少40.5万桶 汽油库存增幅较预期小 纽约旗油每桶报55.59美元 跌1.15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64.04美元 跌1.17美元 看今价 今价上升 投资者关注中国新型肺炎疫情 对全球大力的影响 避险卖盘推高金价 纽约期间 每桶事报1565.4美元 升8.7美元 再看美元汇价 欧元偏远 欧洲央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和指引不变 并且将重新定义目标和工具 欧元对美元曾跌穿1.104美元 低见1.1037 是上个月初以来最低 美元指数靠稳 报告17.66 上升超过0.21% 人民币下跌 报6.9366兑1美元 人民币由星期一以来 以累计跌超过1% 主要是受到新型肺炎疫情扩散的拖累 看最新美元匯加 港元7.773 日元109.51 欧元1.1051 英镑1.3113 瑞士法郎0.9695 家元1.3127 澳元0.6841 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74 30年期债券报2.19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7892 跌17 国企指数最新报10924 跌29 大市成交暂时有45亿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 以上资讯由月长银行提供